大家好,我是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陳與習近平共喝啤酒 英國親中派手前首相回查 學者休,台灣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其實我昨天拍過一段影片,我也想說這件事 我真的說真的,我昨天也想說 但是,人家剛剛走上來 又沒有證沒有句 你這麼快說他 熱愛中國,我又覺得 又好像又不對 但是,我昨天拍完影片之後 很多聽眾都擔心 去熱愛中國 其實,在大氣電波 你明白,Chris說什麼 在大氣電波,我一定是這樣說的 熱愛中國有什麼問題 中國這麼好,這麼強大 你知道,中國最有什麼 有錢 經濟蒸蒸日常,東升西國 官方說的 你問我 我呢,我在大氣電波 我只能說是沒有問題 但是,也有些聽眾很擔心 會不會 熱愛中國之後 會有些移民政策 會有改變 其實,這個世界地球是圓的 這個世界沒有人擔保任何東西 我只是說一句話 這個人,我昨天說得很清楚 這個人,我昨天說得很清楚 他做了十三年,都好像沒有一件事 而這個 今次政府,無端端找他回來 我不覺得這一個 用以前的業績來看 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也不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用以前的業績來看 我覺得他一個說話很聰明的人 一個這麼年輕,可以做到手上 跟售商沒有分別 亦都很聰明 跟做事聰明的人 可能有兩碼子 可能有兩碼子 我猜一下,趕到命猜一下 不要當真 你說他是親中 是否親中呢? 看這個款式很像 但是,他剛剛走上來 你說這麼快 他親中又好像不對 況且,親中有什麼不好呢? 問題是,現在親中 你會舔到什麼好處呢? 這就是問題的重點 在講這件事之前 分享另一件事 今天Chris Scott告訴大家 我有一個好消息 教你每個月賺100磅 哈哈哈哈 為什麼這樣說呢? 真的沒有風險 Chris Scott自己試了 我試完才告訴你 不用扔錢來投資 話說哪一間可以賺到100磅 話說小弟 我以前用電費用SSE 在市中心 那間都差不多 煤電加起來都要200磅 一個月 煤電加起來都要200磅 一個月 一加四個月 轉來新屋之後 用Scottage Power 197磅 一百八十幾磅 一百九十幾 最近這張單是197磅 10月11日 這間店 我一直都知道 他不是友善的 你明白嗎? 肥到蜜都穿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他全都知道這間店是什麼 你明白嗎?肥到蜜都穿不到 專門吸血 大家明白了 專門吸血 Chris哥搬來新屋之後 我猶豫了幾個月 我猶豫了幾個月 我還沒特地轉 我想觀察一下 我用了Scottage Power 即我以前用SSE 轉了這間會不會便宜一點 我申請用他這間 他猶豫我每個月用 一百七十幾磅 實際上 我用完之後 是變成197磅 我覺得 都貴了 不過 用著幾個月 看看什麼環境 用一下 到上個月 我開始 覺得 不好 為什麼呢? 這麼多人轉用Otopus 一定有原因 當然 我也是問我聽眾 正在用的聽眾 他說真的便宜一點 現在看到兩張照片 一張左手邊這張 我用到 最近那張單 是10月11日 他也說197磅 一個月 現在我轉用了Otopus 現在右手邊這張 是說11月 是說102磅 嘩 是不是很有線 對 真的很有線 我10月20日 跟他起標 他計算到我 11月20日 現在是102磅 嘩 便宜了多少? 便宜了差不多 我想也有 46% 或者47% 我當每個月便宜 100磅 嘩 一年我賺回12000元 老友 哈哈哈哈 今天 Chris Scott會放一條 refer link 很少會放一條 refer link 給大家 我今天會放一條 refer link 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參加 Otopus 這間公司 按上來 按我的refer link 你按我的refer link 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 你會賺50磅 是你賺50磅 他會 你用我的refer link 你賺50磅 而Chris Scott也會賺50磅 說得明我都賺50磅 為什麼呢? 你用我的refer link 你當請我喝茶 好嗎? 我都賺50磅 你賺50磅 我又賺50磅 沒有事實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賺不賺50磅 最重要就是說 不要再給這些公司 咬爆 咬爆你的銀包 真的 說真的 你看到197磅一個月 我現在 第一個月已經102磅 每個月便宜100磅 去哪裡賺 所以 真的不要再助養這些 這些 吸你血的公司 其實從頭到尾 我都知道這間公司不是好 不過 我又沒有辦法 怎麼說 用著先 想著用著司 免得轉的心態 但一不轉 你一不轉 轉完之後 你發現 可以便宜一半電費 又是這樣用 沒有節省過用電的 我沒有節省過用電的 是便宜一半電費 這是我的情況 而我有一個聽眾 我介紹了 他用了我一條 refer link 他就跟我說 他上個月 沒有開暖氣的 即是沒有用 VDA 今個月用了VDA 用了兩部VDA 之後 都便宜了7% 即是上個月沒有用VDA 今個月用了VDA 但都比以前公司便宜了7% 即是說 即是這樣說 你開了亂奴 都便宜過 你舊公司便宜了 所以我覺得 Otobus 有個可趣之處 真的有個可趣之處 有興趣的聽眾 可以用一下 Chris-Glock refer link 我會把描述內容 你按進去登記 你進去登記的時候 只是用電郵 他又會評估你家屋 用多少電 這個數字就是 例如 你看到65磅 是我家店的價錢 我家店的價錢 我現在住在新屋 他都評估我用 160多磅一個月 但事實上 我出來的數是 102磅 即是想說什麼 他評估你用這個數字 你去登記的時候 他評估你用這個數字 你不用理會 到你真的用多少 你就給多少 譬如我現在 我的新屋 他評估我用170磅一個月 事實上 我是用了102磅一個月 所以這個評估 你當參考一下 你當作9%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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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現在你看到這張 他寫評估我家店 用65磅 我相信我每個月 因為我今天 將連店的電 都轉為這間 我相信我每個月 是交40磅左右的電費 因為我家店用很少電 但我只能算到 我家店都是用這個 scottage power 都用70幾磅一個月的電費 其實沒有什麼 用電 用燈煲一杯水 然後開幾眼燈 開一部電腦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要更貴的電費 所以這間店是很邪惡的 其實邪惡的電力公司 不是只有一間 就是這樣說 我聽眾跟我說 他用了很久 因為這間店是很均衡的 真的不錯 就不是一個聽眾黨 只有幾個聽眾都這樣說 如果大家 如果不是用autopax 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有興趣的 在描述內容 按Chris God refer link 再說一次 你按我們 refer link 你有50磅大陸檔 我也賺了50磅 你當我請我喝茶吧 好嗎 接著之後 我相信 你應該會是便宜 以前的電力公司 因為這間店是很多人選擇的 我知道 在美國的市場 Chris God試了 你有興趣 你自己試吧 電力 其實我也找過一篇新聞 最近那篇新聞 9月份 就說政府沒有了電力補貼 沒有電力補貼 其實是很金的 如果你轉了這間公司 好像Chris God 每個月便宜100磅 其實都不錯 好過等政府的電力補貼 所以我先關掉它 好嗎 說回今天的內文 今天的內文 在未講內文之前 分享兩件事 最近天氣冷 我有些聽眾跟我說 跟Chris God分享 在家裏蒸了糯米飯 我今天也蒸了糯米飯 明天沒有拍照 我今晚拍照給大家看 排骨糯米飯 Chris God昨晚吃福建炒飯 其實這些東西很容易補貼 真的在家裏很容易補貼 你問我怎樣補貼 我就不知怎樣補貼 我都叫我老婆上網找 找完之後在家裏自己補貼 其實在英國 來得來的時候 自己都知道 自己上網找一些影片 人家教你怎樣補貼 很容易 老婆都不是經常煮東西很厲害的人 她都做到 好像這個福建炒飯 樣子就像福建炒飯 裡面就差一點 她應該是福建飯 類似福建炒飯的九成 為什麼還差一成 因為她的飯沒有炒過蛋 你看到這些白飯嗎 因為她沒有做炒飯 只做了一個汁 打了一個蜆 很容易補貼 其實你真的不用出茶樓 出茶樓給錢人賺 這些東西你家補貼 很容易 有興趣自己上網找一些影片 很容易 先關掉蜜味 最近 開始冷了 可以做些蜜味飯 做一下腸仔 做一下這些 自己個人暖一點 又開胃一點 先關掉 說回今天的內文 今天的內文是說 還有一件事 不好意思 真是頭條很多話說 英國全新南幣 我收到一個挺眾 扔給我 新南幣 我待會放到最尾 大家有興趣 就看清楚 新南幣是什麼樣子 你問我 我就沒有興趣 因為我很少帶暗牌 在身上 所以先關掉 我待會放到最尾 大家看看 說回今天的內文 這位朋友 是不是中國的朋友 我不知道 但是親中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 國家利益 什麼叫國家利益 英國的利益 英國的利益 舔得到有多少 就舔多少 最重要 舔得舒服 舔得個人 舔得好 所以有些聽眾 昨天說 我一說 會換什麼 我回答你不到 我只能夠說一句話 未申請Visa的朋友 如果真的要離開 真的很想離開 你先申請了 你一天不申請 都跟打飛機沒有分別 好像我家人 我的弟弟 準備了幾年 都還未來 我忍不住 三個月前跟他說 你準備了兩年 你還未來 你為什麼還要來 我只是這樣跟他說 你不要來 你跟我說 男子的理由 未來到的理由 我就說 行了行了行了 你不用跟我說 到時候 你來到才算 我也是這樣回答他 就算親戚得我弟弟 我也是這樣回答他 這是現實 這是現實問題 移民政策 改是改話 開話 開話 又不是我開的 又不是我定的 但是你說 這位朋友 喜不喜歡 我們的主席 當然是喜歡 不是做什麼事 一起喝啤酒 對吧 內文說什麼呢 英國內閣 出現人事大地震 手上 又在明年 選舉前 普通 其實說真的 我不覺得 這個人進來 對你的年底 即明年 選舉有好處 我覺得完全沒有好處 其實你想得到 這件事 很簡單 做了十三年 都沒有建樹 這個人 有什麼創舉 是不好 是不好 尤其是現在 你在做 你也 這個手上 都很一般 大家都覺得你沒有創舉 幫不了手 還肯找他 更加幫不了手 讓他進來 我真的祝你好運 所以 很多人都說 下次 選手上 有機會是工黨 原因就是這樣 換了反對巴勒斯坦的內政大臣之後 現時 任外交大臣 阿維納 調為內政大臣 不過 禁令外界跌破眼鏡就是 蘇納克讓前手上 什麼什麼 回炒 回來了 其實我也不明白 一個師兄 跟著師弟 是什麼組合 究竟師弟會不會聽過師兄的話 不是 師兄會不會聽過師弟的話 是吧 真是奇怪 而 卡麟倫 內政中的立場 也一樣 或者擔憂 掌握外交大權 對台灣不利 在2016年 擔任英國首相 任內主要是 主導英國脫歐公投 不過 英國2015年 以半數贊成脫歐 卡麟倫 引咎辭職 之後 再螢幕一段時間 消失了 分析指 現手上 叫他回來 就是為了內閣更傾向中間立場 贏得更多中間派的選票 我祝你好運 我覺得未必 哈哈哈哈 接著 這個人又稱 中國友善 昨日公布 將會出任這個外交大臣媒體學界 以蔓延一股不信任 哈哈 英國非牟利機構的台灣政策中心執行長 蔡卡拉對傳媒發布這個聲明告指出 任命卡麟倫為外交大臣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消息 接著這個人又說了 卡麟倫政府嚴重誤導中英的關禮萬日黃金時期 但向北京示好活 有為英國帶來任何好處 那他差勁而已 對不對 即是靠了邊都領不到好處 這些 所以你說他做事行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這麼說 有好處的 但是站在那邊都沒有好處 怎麼站呢 但是你說連好處領不到的 就會已經幫了人手 那就叫低手 哈哈 如果你身為一個高手 未領到 先拿好處 之後再慢慢再做 或者再處理 怎樣去做 那樣東西 這才是高手 不是說 你什麼事都未到手 已經幫我做了 人家都收得傻仔 反而讓中國英國 開始這個秘密警察站 在英國監視海外華人 這個人又在那裡說 我先反對樂文 嚴重影響中國形象 反對他 這個人是不盡不實 我罵了他 這個人又在那裡說 開政治政壇後 這裏仍與多個中國項目有關 現掌握中 英國外交事務 或者項人士 將會受到北京歡迎 那不錯啊 北京喜歡這些人才幫到手 卻讓關心台灣海外的人 擔憂 然後對華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 又在那裡說 正言 任命卡梅倫決定 除了 除了 北京外 很難看得 誰 從中獲益 哈哈 死了 個個都知道什麼了 其實 這個人又痛批了 卡梅倫 非常願意向中國開放 國內關鍵的基礎設施 不如上次的高鐵找到他做更好 反正都起不了 找中國人做更好 大家又贏他又贏 未來可能尋求更緊密的商務關係 並淡化英中之間的奮歧 那就好 一家親 英國保守黨外交事務委員主席 又在那裡說 中國的關係是我會面對首要挑戰 他在推動外交政策方面 將相當大的困難 他相信 卡梅倫回巢之後 將會發現 英國國會對中國的態度發生很大的變化 人家剛剛坐了一天 就說你已經這麼快 肯定了 我也不敢說 所以我昨天也不說 原因就是這樣 卡梅倫又2015年 接待英國訪問時 中國主席郭習近平先生 喝啤酒多開心 兩人並肩在英國酒吧喝啤酒 被認為中英關係的高點 卡梅倫當時直言 此刻可於是英中關係的黃金時間 他鼓勵了兩個之間有更多貿易投資 不過2019年 香港反送中 中國在新疆人權問題 以及華為五支爭議 中英兩個關係急轉直下 以前的事例 現在未必 放心 現在現手上也說 公開發表演說 坦然中國對英國的價值和利益系統 造成這個挑戰 直言 英中黃金時期已經結束了 認為貿易將帶來政治社會改革 天真的想法飲 一直不復反 英國政府 今年3月公佈 2023年 整合性評估 這份報告上是 冷戰以來 英國政府發佈最大規模的評估報告 涉及英國外交國防安全國際發展的政策 將中國列為黑時代的系統挑戰性 幾乎影響到政府政策 每個領域 英國人民日常生活及內容 首次提到台灣海外議題 英國政府承諾支持台灣穩定 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 隨了外交政策轉了方向 卡梅倫與中國的關係非淺 我這也不用說 大家一起喝啤酒 就好兄弟 不過喝完啤酒 會不會大家一起做運動 就不知道 你知道我說什麼叫做運動 不明白 想多想幾下 備受外交關注 卡梅倫卸任貿不道一年 2017年 出現規模10億英鎊 中英投資基金副主席 尋求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醫療能源製造企業合作 不過中英關係急轉值 包括渣打銀行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都不願意投資 這項計劃 2010年 2021年 都收了皮 英國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 7月報告自出 卡梅倫被擔任職位之後 在某程度上 可能就是中國政府策劃的 目的就是為中國投資增加可信度 哦 那不錯 有中國人投資 不是 看見好事嗎 對英國 卡梅倫近年未停止 向中國靠近 那有什麼問題 人要向前行 要吃飯 要賺錢 去賺便宜 有什麼問題 我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你真的賺到生意才好 不要加 說完別人給不到 便拿不到 接著 只有一個造詞 我說一下卡梅倫先生 今年 先後這個 什麼 阿布達 比爾一個動物出席活動 推銷 斯里蘭卡 的首都 可都波 金融港市計劃 可倫波 是中國一帶一路的計劃之下 是 斯里蘭卡 最大的 外國直接投資行網 投資金 達到150億 哇 而中國資金企業 有中國港幣 負責建築 其實 現在還在做這個項目 我也很想知道 不過外界的質疑者 建設是否 對當地有實質經濟效益 畢竟斯里蘭卡過去 他就因為無力償還中國債務 將有戰略意義的 漢巴托塔的港移交給中國 造詠而已 別那麼擔心 不過 這個人又很強調 卡梅倫出席這個活動 是由美國一家公司安排 卡梅倫本人並未與中國官方有任何接觸 你相信他就繼續相信 接著又說 卡梅倫 13日訪問接受表示 他接受一個外交大臣 即時已經持去一直致力於其他事務 這次工作都停止了 我現在有一份英國外交大臣工作 他又在說 針對卡梅倫的親中立場 我國外交部發表宣言 陳永健 今早例行記者會表示 以親中形容一國外相不正確 也不適當 任何國家外相 都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的政策為目標 不過你要談到交易才有用 卡梅倫政策經驗豐富 外交部對於卡梅倫出任英國外交大臣表示歡迎 探望與既有台英關係基礎上持續深發各項交流 這傢伙有趣 今年3月英國政府公布外交政策的整合性評估更新 5月份7G7發表聲明 以及下議院外交國防委員會陸續公布報告 均顯示英國對台海和平 同時反對中國以武力片面 改變台灣現狀 可見英國近年對亞太區 逐漸明顯確是有一致性 之前做下的事情 我想不會停的 之前做下的事情 我不方便說 你也知道 說話很危險 我只能覺得這件事 這個人是不是親中 時間會證明 就算親中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生意做 在他的道路上也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有生意做 整件事都說完了 那能否幫到你呢 說見沒有 這個人是生意的 但我覺得他是低手 人家是高手 對英國人也幫不到中國人 對英國人也幫不到手 那這些人有什麼用呢 我真的不知道 那這樣說 昨天才開始生效 你就看了幾個月 看看有什麼創舉出來 希望有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留言 給讚 分享 拜拜